一年一度的鹅厂年夜饭即将如期而至 按照惯例都会邀请自家平台捧出来的艺人参加 好像一场年终大会一样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一批一批的选秀IDOL 他们是鹅厂的流量密码 而鹅厂是他们的培养基地 目前嘉宾阵容已经陆陆续续官宣 前来参加的选秀IDOL浮出水面 R1SE在去年低调解散连续开了两场告别演唱会 该团正常情况下应该会发展得很好 只可惜后续不间断的塌房 是团体资源大受影响 最后只好断尾收场 肯定没有达到发展预期 即便这样R1SE还是很多年轻粉丝的青春回忆 是那个夏天最美好的见证 该团是鹅厂捧起来的第一个男子IDOL团体 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所以今年的年夜饭活动 鹅厂还是邀请组合参加 不经人意的是 最后只敲定5人参加 其他人因档期原因无缘节目录制 他们分别是队长周震南 组员夏之光 赵雷 赵让 姚琛 虽然只有5个人是小分队伴的存在 但他们有能力代表整个团体 可以唤起美好回忆 硬堂少女303在女子团体该解散的情况下 再加上组合市场的不景气 这段时间资源起来很多 活跃度相对较高 让鹅厂重新对他们充满信心 据悉说不定会延长组合期限 这次的活动他们全员参加 可以看出鹅厂对他们的重视 去年才成立的英图1 作为组合界的新鲜学业 自然必须全员参加 这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亮相机会 由于国籍的限制 一些资源不敢随便邀请他们 使他们错失很多露脸机会 作为捧他们出来的平台 鹅厂有资源会尽可能的倾向 保证他们的曝光量 鹅厂的选秀鼻祖组合是火箭少女101 该组合的成功开启了平台的选秀之旅 不知不觉该组合解散两年之久 再也看不到他们随随便便合体的画面 组合口碑一直很好 是一个女孩很有号召力 至今为止一直被纪念 被津津乐道 在去年的年夜饭上 火箭少女101有参加 由吴轩仪 赖美云 徐梦杰等人代表 今年则空无一人 谁也没有参加 作为开源组合竟然没有代表参加 稍微缺了点意思 吴轩仪 杨超越 徐梦杰 附近这几位拍戏繁忙 每档期可以理解 梦美琪因为一些事情也可以理解 至于其他成员在单飞之后热度稍差 应该有时间亮相 结果没有他们的身影 这就让人费解 这些组合都是鹅厂的成果 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从高的境界中学校 下延年的青春回忆